摘要11月的最新民调显示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与信任度双双重挫 范略选民对蔡英文的满意度更糟 从上月的63% 9%跌到只剩52% 3%代表连最始终的支持者都有将近半数无法对蔡英文表示认同 台湾网11月28日电11月的最新民调显示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与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与信任度双双重挫 较上月相比都滑落约10个百分点 范略选民对蔡英文的满意度更糟 从上月的63% 9%跌到只剩52% 代表连最始终的支持者都有将近半数无法对蔡英文表示认同 最新民调显示 蔡英文与赖清德施政满意度与信任度双双重挫 脱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台湾媒体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蔡英文与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与信任度双双出现重挫状况 跌幅均叫上月滑落约10个百分点 其中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首度跌破五成 剩下44% 此外范略选民对蔡英文的满意度更糟 从上月的63% 9%跌到只剩52% 百分之三代表连最死忠的支持者都有将近半数无法对蔡英文表示认同 对此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敏凤 发文称最令人惊讶的是蔡英文赖清德民调下跌的根源是民进党的大本营及台湾南部县市 陈敏凤还称在新北市 台北市 陶竹苗 中张头 云嘉南 高平 金仪花 东鹏 金马中等七个区域 蔡英文的满意度在高平最高仅为35% 其次是陶竹苗30% 其余则均低于三成 2018年七合一选举即将举行 内斗丑闻不断的初选地区刚好就是这些民调下跌严重的地区 为何刚好都是目前民进党党内初选最激烈的地区呢 是不是竞争的手法令选民或者支持者也看不下去了 这些走势的民心目前反映不到候选人身上 却反映到蔡党区身上 就像民进党的形象及好感度也下滑了7% 这并非蔡英文民调首次出现二字头 据海外网早前报道 蔡英文执政已满一年之际 台湾TVBS公布民调 蔡英文满意度仅剩21% 下滑至新低点 而不满意度则高达63% 台湾媒体美丽岛电子报 8月28日公布了台湾民众 对民进党及国民党的好感度民调数据显示 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好感度 净剩28% 对蔡英文的好感度一直有27% 2% 值得一提的是 对民进党感到反感的民众达到了47% 多于国民党的47% 整体而言 民众对民进党的好感度下降 对其反感者更以超越 国民党 针对这种状况 陈敏凤评论道 民进党的内耗快速的焚烧了过去 8年来所累积的政治资本 在全台大停电的时候 民进党内部就因为台湾中有董事长的去留问题 引爆了派系斗争 而这场派系之争的主因 则在于明年的初选竞争 尤其是在高雄市初选引发的角力 及恶劣选风 陈敏凤认为 如果民进党继续 这种作为很可能再度成为焚毁的废墟 纵边海外网张身